我们之前都有过失败的婚姻 所以当遇到她的时候 我们脾子都是非常真实的 但是现在我们相处快五年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比达大几岁的原因 生活中总是有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 我是非常珍惜我们的感情的 这几年相处下来也是很不容易 我的女朋友非常的善良又勤快 但是就是很多时候 她对我的要求我有点达不到 我真的希望我们能好好地在一起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沈先生38岁来自广东职员 有请小沈 有请 刘女士45岁来自广东职员 来 有请刘女士有请 欢迎老魏 今儿谁要来啊 我要来的 按我们的说法算姐弟恋是吧 是的 是的 因为我比她大几年嘛 家里人知道你们的事吗 知道 知道啊 啥态度啊 我家那边的话就没啥态度 挺满意的 就是她家呢就 对我们俩不是这么看好 主要是她家呢就想 我们要一个孩子 可是我就不是很喜欢孩子的人 哦 她认识我的时候 我已经跟她有说过 当时也没怎么尝试说这个方向的问题 然后现在我们都已经删除了四年多了 加上家里的问题跟生活上的一堆小事情太多了 这个你家里不太看好这一段是吧 其实也不是 对我家的父母对他也是挺满意的 但是就是一个确实是年龄摆在这里的嘛 其实也不一定是我父母的原因 我也喜欢小孩子 我也觉得是一个正常的家庭 有一个小孩子的话 也是比较圆满的 所以你们的意思是大问题的焦点在于孩子身上 是吧 对 因为我年龄也不小了 现在要孩子可能会比较艰难 我也没有硬心要求他一定要跟我去 说但是的话就看看有没有可以协商嘛 看看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你们这四年就一直这么恋爱着 中间有没有考虑过说要结婚啊 有考虑过 一直都是往这个方向去考虑 不然的话都不会有这方面的事 那有提过说我们结婚吧 去领个结婚证 生活的小事一堆一堆 现在也提不了想结婚那一种冲动吧 他在家从不做家务事 我也上班嘛 我每天下班还要买菜 做饭 他回家呢就等着吃饭 他现在还说自己是被迫堂着 我现在回到家 真的是什么家务都没做 基本上都是他全包了 但是我这也真的是被迫无赖 天天这样子葛优堂着在家 那一亩三分地 我也没有办法 我做什么东西他都觉得不满意 打比方我买个菜他觉得我买得贵了 做了饭他觉得我不好吃 我觉得我已经尽力去弄了 但是既然我做了他还要去上班去弄的话 我觉得就怎么说呢 他就做都一样东西错都一样东西吧 其实就是简单来说他不擅长做这一个 这个我其实很明白 买菜煮饭我可以做 就是吃完饭以后 就希望他能帮我减轻一下家务事嘛 就打个比方洗个碗也好 量一下衣服也好 他之前都有帮我洗碗 可是洗得老是不干净 我就按我自己的一套教他 教了他以后他又不用 然后我就说他嘛 他就不高兴 就说如果我做了你还骂我 那我还做来干嘛 我不需要去赞同 起码不要每做一样都说一样 就是这个意思 打个比方你早上洗脸刷牙 他挤完牙膏他不放杯里 他要非要放在台面 然后他洗完脸以后 我还要去收拾一片 他我觉得是浪费 有点浪费我的时间跟精力 但是那个是你觉得方便 我觉得我怎么方便是怎么来嘛 而且也不是也就差那几厘米的事情 那其实你也是很顺手的事情啊 你顺手一点 我的功夫又小一点 大家都好对不对 您是希望这个所有的事都井井有条 对对对 我这个人可能像他说的有强迫症 你们在生活里就为这些事吵啊 对天天吵 然后他家那个事的话也是挺无奈的 其实小事嘛 我觉得我能改则改 改不来的话也只能尽我所能吧 小孩子那块的话 给我一点时间好吗 我也去跟我父母去沟通 或者说再想一想 有什么可行的方案 方法可以走下去 其实说白了 现在你们俩的这个焦点 是在于孩子对吧 也可以这么说吧 您有孩子吗 没有 我俩都没有 咱先说你吧 就这辈子咱丁克你接受吗 要是真的 真的是 没有自己的小孩子 我宁愿领养一个 我觉得有一个小孩子的话 家里会温馨一点吧 那你们俩赶紧要孩子不就完了 你们跑我们这耽误什么时间啊 啥时候跟我说要领养啊 领养他也不愿意 怎么从来都没跟我说过 但是我觉得到现在 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去说这事 我觉得就 你真的是不想要的时候 我可以接受了 你看我现在我照顾你都已经挺辛苦的了 你还要我照顾多一个孩子 你觉得我能力可以吗 我精力没有了 但是我不是一定非要你去照顾 我也可以照顾你啊 只是我做主 你你看我们一起几年了 哪一次不是我照顾你啊 所以下雨时间 我不舒服的时候我连吃都没得吃 都是叫外卖 我煮了你你觉得不好吃吗 那你去学啊 你可以去学一下 我到厨房你找你学 你把我赶出去啊 当初两个人是怎么好在一起的啊 朋友介绍的 我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就离了 然后就认识了胖子 认识了胖子啊 对 他人很好 真的很好 他性格很好 就是什么都不会做 怎么会呢 他家里是什么都不会做 这个也是之后才知道 家里是独子嘛 是 家里是独子 介绍的时候也知道他比你岁数大 知道 那不是那会儿就在一起了吗 那孩儿没考虑这些问题 没考虑得这么长远是吧 不是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在一起都几年了嘛 肯定是要考虑结婚啊 或者说下一步怎么走 大家也耗不起了 对不对 是这个意思 那你现在对于孩子的这个考虑 最主要的是什么 就是你刚才说的 我照顾不了他 还是有其他的想法 因为现在年龄也大了 要孩子确实也可能比较难 因为我们之前也有努力过 挺辛苦的 上一年吧 我带他回家的时候 我家里都已经有去见了 我都挺尴尬的 然后我家姐姐都已经跟他 给他说话了 如果你再不领证的话 你就不要过来了 所以女方的家里说是快结婚 男方的家里说是快生娃 是吧 然后你们俩之间那些小问题 其实都不算问题吧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问题啊 因为生活在一起 他天天这样 我每天睁开眼睛 我就想骂他 你为什么想骂他 因为他做什么什么都错的 这不是你惯的吗 我没惯过他 我一直都有要求他 可是他都达不到我的要求 那达不到你还跟他在一起四年 很简单 可是他让他很好啊 对啊 你又舍不得他 那就得了呗 你不能全世界的好 都给你一个人占了 对不对 我想他改变一下 改啥呀 改一下 小毛病就好了 就是洗碗 啊我的方法 肯定洗得干净 你买个洗碗机行吗 好提意哦 对吧 你买个洗碗机不就完了吗 现在你说给你洗个碗 也不只单单洗碗的 好像我们想去旅游 打个比方 我们想去远一点的 他又不坐飞机 他又坐高铁 你看一般去的地方 也不是说完全不坐 就想坐大飞机 因为小时候 可能有一些阴影嘛 对 好吗 我也不可能完全不迁就你啊 一人迁就你 也没有考虑 如果我们去远一点的地方 你高铁要十来个小时 本来就是三个小时的飞机都到了 那飞得要去那的吗 下面这问题 有一些死结 到底应该怎么结 问问老师们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来 马老师 我刚才听完之后 我是其实我还挺看好 你们两个的 因为我身边 真的姐弟恋了不少 而且都很幸福 对 就是大九岁的 十二岁的 都都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年龄真的 可能不是什么最主要的问题 对 真不是 说这个孩子的问题吧 真的是我是觉得 哎呀 真的是应该有过自己的孩子 就是作为自己来说 就是我觉得 是联系这两个人之间的一个纽带 对吧 但是这个孩子到底是 刚才这个南方提的这个建议 是生呢 还是说是去领养 或者是用别的什么方式啊 是吧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可以在一起商量的 可以考虑一下 对 因为毕竟将来在一起生活 因为我还有很久的时间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 下来可以两个人好好商量商量 另外我看 南方之前好像也是有一段婚姻 是 然后你都是又重新这个选择走在一块儿 然后恋爱什么的 所以我就觉得两个人肯定是 就经过了各方面谨慎的这个考虑啊 然后才选择在一起 对吧 对 所以刚才女方也说了 要有一个婚姻 因为婚姻我觉得对于像你们这种 旅过一次了 然后再走在一块儿 其实也是需要一个勇气 对 所以我是看好你们两个了 希望你们两个能够 谢谢老师 能够越来越好吧 好吧 谢谢老师 好 谢谢马老师 来 萧老师 比较上 谢谢老师 对吧 来 薄红兄 我想知道这一次 你们从广东来天津 是坐高铁还是坐飞机的 我坐飞机 我是高铁过来的 还真是 因为我想印证一下 你女朋友刚才说的 是不是一个事实 现在看确实是一个事实 但是你看 这么大的一个矛盾 通过一个坐高铁 一个坐航班都解决了 你们生活当中 刚才讲的一些琐碎的矛盾 其实只要用心努力 都是可以化解的 它根本不是你们问题的死结 解敌恋 它是需要有勇气的 因为社会的舆论和压力 它就放在那里 就说你的父母 我认为他的反对 有他的道理 因为现在中国的传统老人 总认为 孩子再再次走进婚姻 能够有自己的孩子 我们不能说 因为老人的反对 所以你们相处了四年 不去扯结婚证 在等待着老人论可 我想告诉两位的是 他需要用一种非常好的沟通的方式 不断地和老人去说 让老人去接受你们这样的一种婚姻 但老人的意见 他则是参考 并不是决定着 你们是不是去扯结婚证 这一点男生心里也是明白的 但现在的难题是 女性她已经45岁了 这确实属于高龄了 如果再争议下去 你从41岁增到45岁 你再挣四年 她48岁 那时候可能 那个风险就更大了 所以我认为 你们今天 这个抉择还必须做出了 好 谢谢博老师 来 博老师 你说我一睁眼我就想骂他 但马上又补一句 他性格真的很好 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在你的眼里 他是个可爱的胖子 性格很好 那么一个这么可爱的胖子 你都一睁眼就想骂他 就是因为 他有些事情不如你的心 不如你的愿 其实我也有强迫症 同样颜色的衣服 一定要放在同一盘 不行的话 我一定要重新来一遍 即便有的时候 在家里相同大的水果 也要放在盘子的 左边或右边 而我们家里 也有一个可爱的胖子 就是我老 我说了他十几年了 没有用的 根本没有用 牙膏说放在哪儿 从后往前捋 或者是 这个什么东西 要拿了以后放回原 准处 没有用的 但为什么到了后来 接受呢 因为我发现 就是胖子有他 非常可爱的处理方式 那首先第一点 他不按照你的话来说 你说他 他就冲你傻笑 你就拿到没办法了吗 你说他不爱干净 你只要一进家门 你看见窗门几近 结果你再仔细一发现 很多东西都塞在那缝隙里 他就表面上糊弄你 一方面你哭笑不得 一方面你会觉得 他已经在尊重你的习惯 只是他做不到 其实尊重一个人 不是嘴边上说的人格尊重 是从一个人的行为习惯 开始尊重 你可以不认可他的生活方式 你可以不认可 牙膏一定要放在台岸上 你认为一定要放在杯子里 但是他就是这样 你就得尊重他 要不然你一个人过得了 如果你不想把他 当成一只宠物 或者是仅可以让你生活 增加一些小情趣的小宠物 而是一个男人 那你就势必要为他付出 为他付出的第一点 就是尊重他的生活习惯 尊重他想要学习 却往往学不好 你却要耐心去教的付出 他既然说 我已经跟到你到厨房里去学习了 也许一时半会儿学不好 炒这个菜满油烟都是 但你得付出 这就是爱 你不可能把一个刺猬 拔得干干净净 摸在身上很舒服 那你就太自私了 男方也好好考虑这个决定 如果你非要孩子不可 那就索性给一个明白的答案 如果你可以妥协 你就不妨60秒子说 明白的跟他说 我可以不要孩子 我相信 我也能够用我的爱 能够让你感受到 你曾经没有感受过我的温暖 所以最大的决定权 还在姐姐你这儿 谢谢老师 你自己要考虑清楚 好 谢谢陀老师 要不要吗 我还是尊重你的决定 你别别别 别踢皮球 这时候你需要像个男人一样的做主了 我肯定想要的 那就告诉他 我就是想要啊 是 来吗 给不给 其实就这么简单 就现实生活里面的事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就特别特别的简单 我只能说 你磕在这儿 尽最大的努力 啊 尽最大的努力吧 不就要吗 对 不就完了吗 我们肯定是要 想要 这事不就完了吗 人家有态度对不对 那就努力去吧 其他的我觉得什么都不说了 我是觉得人生是要朝那个希望走的 就朝向希望去走 最后是不是能走向光明 不知道 但是总比自己待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面 要好嘛 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 我嘴比较笨 我也说不出什么甜言蜜语 我希望我可以感化你 我也希望可以真的是要一个孩子 其实要孩子最大的原因 还是要一个家庭 还要你 我希望你其他的小事 你给我一点时间 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去改 你说的我都明白 因为你是家里的独子 家里给你的压力 我也知道你承受了不小 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吧 我只能这样子说 来 请亮灯 咋突然就凝重了呢 这不是达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共识吗 来 请开箱 来 请取 女生先说说吧 您放的是什么呀 我放的是一个手表 因为胖子他是做金融的 对时间方面呢 就很注重 我就希望他每一次 需要看时间的时候 都能想我一下 你是个手串啊 这手串是我和他第一次去旅游的时候 我看到他挺喜欢 而且我发觉他 右手有一串差不多的 就想给他抽成一对嘛 祝你们早日开发结果 谢谢老师 请回 谢谢你们 请回 来 请关门 来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看他们 来吧 不然你不会这么快 发现你正在 将爱一点都说出来 快乐又上来 关键则是爱 来 邀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